将破旧的鞋子脱下 学童们满怀欣喜试穿新鞋 台湾盛新文教基金会的爱心鞋袜列车 今天来到爱聊国校 与知名运动休闲品牌合作 一起送新鞋袜给弱势学童 那个之前有做客服 然后有一个小朋友他穿开口笑的鞋子 然后我就说 我叔叔帮你换鞋子好不好 他说不用了 给我交代就好 他会自己绑鞋子然后把它修好 然后听着就很心酸 然后我还是坚持给他换鞋子 可是他还是拒绝 然后那个过了几分钟跑回来说 那个好吧 如果你要给我新鞋可以 可是你要给全部的小朋友 也是一双新鞋 那因为我们是意大利的运动品牌 然后长期在开发这些机能的铜鞋 我们觉得小朋友的健康成长 是穿对鞋子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还想说就是 今年刚好首次跟圣经 会合作然后赞助这样的活动 学童们除了有新鞋新袜 运动休闲品牌更在儿童节前夕 加码送运动一级轻便背包 收到礼物孩子们都好开心 那个很久耶 我换这个新鞋大概是可以穿到一年级 你们很开心 因为前几天我那个鞋子穿到这个 整个掉到这个地方了 然后阿嬷一直叫我换掉 因为我说 我说应该不用吧 因为阿嬷就钱没有很多 然后所以那个 我就跟阿嬷讲说阿嬷不用买 就说那个要赚多一点钱 然后才可以吃饭 所以今天 有人送你们新鞋子 你觉得很高兴 感谢圣星文教基金会 杜董事长们 集合社会上的善心力量 来协助我们需要帮助的孩子 那我们孩子得到这些帮助之后 我希望他们能够将这爱的力量 继续让他新闻下去 那我们社会充满了和谐温馨 爱乐国小校长林明全表示 学校日前经过调查 今天安排30位经济弱势家庭的学童受赠 此外也向全校师生宣导 捐发票做公益的活动 所以今天有不少学童都带发票来捐赠 让这场公益关怀活动更有意义 爱心学化幸福烈餐 在 评论新闻张如云刘建荣采访报道